云林县北城国小的女子排球队 在今年的中华杯赛事当中 躲下了一金一银的夹击 让师生们是相当振奋 而其实啊 光是要进入这个中华杯 就已经要通过国内排球五大赛 积分达标准 才能够取得参赛资格 面对全国各个强队 北城国小还能够缠连第二年的冠军 代表这一支队伍 真的是实力坚强 一路过关斩将北港 北城国小五六年级女童 参与排球最高赛事中华杯 以优秀表现在创家机 拿下一金一银 校长家长特别表扬鼓励 不管好不要我会把孩子鼓励 因为孩子要鼓励 成绩才会好 奖励金是我们的首席顾问 吴锦明 首席顾问给小朋友的 我们今年的球队 参加这一次的 44届全国的中华杯 国小排球比赛 我们六年级小朋友获得冠军 五年级获得亚军 这个学年度也可以说是 所有的五大杯赛 前面的五大杯赛 我们都获得了 这个五六年级的 五六年级的双料冠军 能够来参与中华杯 全市国内比赛积分高的强队 想要夺冠并不容易 今年北城国小六年级球队 靠着完美的团队合作 及精湛的球艺 连续两年拿下冠军 创下学校另外传奇 在这边做的议题是 我们有两次的大满冠 就是在十年前 我们也是有 我们北城女排 也是南瓜手有一队 这个记录应该是 目前的话国内没有 没有任何学校 能够两次的大满冠 各方面的动作 基本动作 各方面攻击 我们很平均 我们点点开花 那一般北市的球队 那边北部球队 身材高 可是他们在信念上 比较没有像我们 那么扎实 面对对手身高优势 北城国小女童排球队 全力奋战 因为他们很高大 所以他们拦望的时候 跳起来很高 还是就是 想办法拔过去 或者是 想办法跳高一点点 他们很高啊 就尽力啊 吃分就互相鼓励啊 要是得分就尖叫啊 把士气带起来 这几年北城国小 在全国大赛表现游异 也促进地方排球运动发展 成为大家最关心的赛事 现在他们也要继续努力 让北城排球传奇延续 记者李小三 云林采访不到